路江石山 你们帅气逼人闪哥哥 欢迎收看珊珊的吃鸡手游试玩 今天我们带来的视频是荒野行动 这个游戏其实我之前自己就玩过一两句嘛 反正有小伙伴就过来跟我说 珊珊你为什么不做荒野行动 这个游戏超好玩的 他之前已经在苹果的免费榜上排上了第一 其实广义和苹果的关系真的特别好 我当然意思不是黑幕了 就说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蛮好的 你看现在说什么言论还有解释一遍 做游戏视频做成这样也真的没谁了 够了 今天我们就来玩荒野行动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名字起的非常非常的好 当时吃鸡手吞出一批的时候 不就三个比较知名的嘛 一个是小米枪战 一个是荒野行动 还有个终结者R 那么终结者R和荒野行动都是网易推出的荒野行动 这个名字又听起来非常大型的荒野行动 就有一种画面展现在你面前的样子 身上我其实并没有感觉对啊 这就是我在瞎扯啊 不然这么长时间我要说什么呀 好的就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游戏的建模 你看这个被子的胸做的真是化掉了 没有穿胸衣的情况下 它情况还是比较挺的 而且脖子到胸部那一块的就是肋骨和手骨都比较明显 就是又没有多余的质油又非常棒 那个胳膊 哇真是我心目中的胳膊有肌肉感 但是又不是很粗的那种 哇喜欢 这个游戏呢一纸里它可以容纳100人 像小米吃鸡的话 小米枪战是60人 那个终结蛇好像是120人 它这边呢有一个离仓数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人就越来越少 一般来说呢很多玩家都会在前期都先跳下去了 如果你在后期越越在后期跳的话 人数你遇到的可能就越少吧 就是竞争会比较低点 那前面呢也可能被偷袭也可能有钢枪法 这次的视频呢实际上是和我的小伙伴在一起做的 因为之前呢都是什么 自己一个人打都经常自己在野区里面 狗半天也见不到人 或者是一不小心怕怕被打掉了 其实之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觉得它对就是四倍镜和那种拘禁的话 还是比较看重的 像我之前就是玩小米枪战或者其他游戏的话呢 像远距离点它就完全不怂的 但这个游戏呢只要超过一定距离的话呢 它的那个字秒好像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玩这个游戏也没有玩多少局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多做几次 然后感受一下手感再给你们说一下这个问题 是不是它对拘禁的一个依赖程度要更高一点 好的荒野心动先落地 那么这个游戏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 广告特别多 什么 什么那个网易猪场 他们那个叫什么 石 石 丁三石丁磊 丁磊的那个猪场 他最近又回答羊猪了告诉你们 好的 我们先确认一下我的小队友的位置 A胎后面就是蛋蛋 先找点装备吧 这个空手白狼呢真不好打 像小米枪战的话呢我还是能到几个人呢 但是玩这个游戏 我他们要根本就是全套脚踢人 就踢的特别不少呢 现在先先找 这边有些红外线瞄准镜 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呢就操作的手感 我个人觉得是不如小米枪战的 但是为什么大家不玩小米枪战呢 首先他这个名字就起的非常不好 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觉得这个游戏能有这么火 所以名字写的就特别像吃给小米的用户玩 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可能会有一部分玩家都觉得比较烦这个名字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游戏操作虽然好 但是他特别卡 就很多机器你玩不了小米枪战 但是这个荒野行动呢它的优化就比较好了 大多数手机还是能比较流畅的运行的 然后现在我们先来准装备 哇这个屁股扭的好喜欢 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看到它的屁股上去了 这还让我怎么打游戏啊 果然FPS的玩家是不放胸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哎有双鞋子给你穿着 这个哈哈头盔真的好绿啊 感觉自己都是头上腰点绿 头上腰点绿 这边呢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搜刮完 然后蛋蛋教我一个非常留掰的下楼梯方式 真正的话你看不要照下去嘛 但是有个方式呢就可以不掉血从上面下去 哎这边好像有好东西 哇头盔 迷彩头盔吗 不是不是不是 哎哎这个这个是迷彩头盔 那么下去的方式呢 要从外面的这个地方走 看还有什么好东西 算了算了还先下去吧 这个地方 然后看一下我们蛋操作演示嘛 然后之前CF卡Bug的时候也是一起玩的 反正Bug这种东西呢我真的是觉得好玩 就就很多小伙伴就说啊 实际上那个什么过玩游戏的公公平性 的确是有点但是我的出发点就是好玩 好不要从这边走还是可以从这边一点一点顺下去的 二楼到就是二楼跳下来的话就不怎么伤血 如果你从三楼四楼的话就可以走他的外边的外眼 那继续搜刮这边有一个燃油 燃油的话呢是不是开车需要用刀的 我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因为就是没有多久嘛 好的 嗯 嗯外面是不是有个人 等我先等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装备吧 我现在是有个现代枪和一个不家 哎真的有人 我的天是你吗 敢打我家蛋 就你还敢打我家蛋 哈哈哈哈 直接M4给放到 其中现代枪碰也 好 好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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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梦境 白了心愿 才会用悲欢 离合一起圆圈 你就是红人 红了红年 才会让我的思念满上练练 你就是梦境 白了初学 才会用离人来去飘快的脸 你就是明人 红了岁月 改变我黑暗暗的世界 你就是梦境 沉堂过古街 带走了如梦般的世界 小桥 上远 角落已不解 牵引我思绪 走出不变 我不是 两处变成蝴蝶 家子也穿过天上黄泉 却不知人间若穿离别 坠落叶散的缩锋情节 江湘四季里面 是天全没难追 家子亲自考验 不知人家 都不知人家 是天全没没 散发